藝人交流單元 邀請到這個是... 不得了啦 是我們的金曲歌王翁立友老師 搭配的就是百萬王子 情歌王子許富凱 他們倆聯手帶來動聽的 國台語族曲 一起來歡迎翁立友許富凱 歌王子許富凱 青南夢 夜夜鼓手裡沙漏湧 念在野獎竟是悲傷 也是對你一起青南夢 我女兒 她感知我的苦情 她有心啊 讓她知道的天爽 啊 真海風龍 夜情鬆鬆 同時就定你 到我今生天生 無緣才相逢 你還不是犯了多異 tod 我流梧 verte徑女 television 挖剋一下日本人旅行 也沒有親愛你身沉 很配語電影 還不是勇士無蹤 來匆匆 沒想到去匆匆 做了夢夢 卻見看見笑容 啊 漫長夜空 心願無蹤 夜空之下 只有我才會想著往事如雨夜 我忘了嗎 還是把希望破夜空 我忘了嗎 開花 王俊勇,福凱 漂亮 好 好 一個是夜空大概20多年 一個是王士賢翻唱的情難夢 好好聽喔 真的很動聽 怎麼樣 文富凱唱得怎麼樣 後生可畏 而且我們公老師的國語歌曲 也是唱得很好聽 不單單是唱台語歌好聽 謝謝 是,我是國台語雙聲帶的 因為早期我在參加 友台的歌唱比賽 就是要國台語都要會唱 今天要講的教材 就是所謂的國台語 或者是同樣的音樂裡面 用不同的語言去表達 這個是非常重要 出來那個味道就是不一樣 那請問一下我們翁立友老師 在不同語言的詮釋當中 有哪些妹妹各個要注意 大家都知道國語的發音 它是四聲嘛 那台語就比較辛苦一點 它有八個巴音 對,台語要唱 譬如說有一句叫做 你是我的四名 你就是我的四名 放名 這樣子讓人家一聽就很清楚 你是在唱四名的名 但是如果你那個音唱錯 就錯了 你就是我的四名 我要變名字的名字的名字 變姓名了 所以台語歌我覺得 真的不好唱 所以他在那個妹妹格格 要很小心 剛剛這個夜空 因為要談到歷史背景的話 早期來講 是誰唱的 像我的國語版 是在我們民國六十三年 是由當時的名作詞家 盛之小姐啊 他所填的詞 因為他 他所填的歌都太經典 像這個能不能留住你 還有那個最後一頁 都是盛之老詞 對 當年是由謝雷大哥唱 我記得 這台語就是後來 黃世賢 是,黃世賢大哥 然後九十三年 然後他自己填詞的 然後也是我們 民視一難忘的主題曲 黃世賢大哥 也因為這張專輯 融獲了第十六屆的金曲獎 最佳台語男歌手獎 你看,留了幾年 三十年 好歌就是好歌啊 所以好的旋律 不管是這些 都會湧流後世 不寂寞 但是夜空的原曲 我知道好像是 以前在秀場都聽 唱日本歌嗎 盛之小姐 吳沐宏志唱的嘛 誰最像他 楊烈最像他 其實洪榮跟楊烈 當時都是有學到他的味道 但是如楊烈的話 他的動作最像 尤其他的動作很帥 雖然他個子不是很高 可是他帥性 楊烈就很像 對 對,那洪榮是最早他開始練 他就有唱他的味道出來 對,而且那舞目最大的特點 他就是永遠看那個 四十五度楊角 好像有人一樣 而且他的表情 永遠最受觀眾 肯定是那種 像那個拉布拉多耶嘛 好像哦 各位,其實我們台語歌很多 都是翻唱日本歌 那我也因為這樣子 就是很喜歡去研究 日本的演歌的這些歌手 像舞目啊 他也是屬於大隻雞蟻梯的 他以前也是參加歌唱比賽 得到第一名 結果 哇 都沒有出入 然後等了七年哦 七年 才唱到第一首他的成名曲 叫做 横斌的黃昏 隔年 哇 唱到他這輩子最經典的代表作 就是 有肉啦 夜空 有肉啦 所以造成全日本大轟動 這樣 因為富凱會 知道這個人嗎 我知道 他是我的偶像 然後我其實很敬佩他的 就是他在演唱會的時候 然後很敬業 就是他流汗的時候 他也不會去擦汗 就是他對他的表演 是很敬業的 對 流了眼睛 對,那是這樣 對,他就這樣子 沒有啦 幾年兩位竟然對這首歌 這麼有感觸 不如來唱個日文合作一下 日文的 原曲 日文原版的夜空 是 好不好,一起來欣賞 的人 大若我想,哪有心 不知 中間 唔 突 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いつもひとりぼうち 愚かない夢だから またさら寂しい寂しいこの胸よ 夜の遠く果てしない I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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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你怎麼彈這樣 我們突然想加個尾巴聲音 這個其實在秀場 以前常常 幾乎每個歌手都在唱 其實舞伍弘的這個 他為什麼會成為很多喜歡唱歌 尤其唱台語歌的偶像 因為他的音色充滿了那種男子的氣概 他一下子就嚇到了 台語歌 為什麼 男子 男子 對 對 很多的歌曲都是從日本紅到台灣來 然後經過重新編詞 會紅 有沒有國語或台語的旋律 讓日本人覺得很好聽 拿去在日本紅的有沒有 這個要講到我們台灣之光這個鄧麗君 小姐 因為他的男首歌是紅的 和日君再來 他是 在我們台灣很紅 然後日本人把它 曲子拿去用 對 拿去用日本人填詞 對 富凱知道這個歌 知道 你也知道 我知道 可是鄧麗君的年代 你根本就還很小啊 那時候 現在我都會上網去看那個影片 對 對 菲菲菲很愛唱這首歌 對 菲菲菲很喜歡詮釋這首歌 那你能唱幾句來聽聽嗎 好啊 那來哼個兩句 富凱你也來哼一下 好不好 好 好好聽哦 富凱你是偷偷補習日文啊 你為什麼... 日文好標準哦 對啊 我有去學五十音 對 我也有 你有 你在五十籃上班吧 五十籃上班 平假名片假名 我跟你講 平假名片假名 我真的片假片假 真的啦 我有學過啦 因為以前啦 這個... 因為喜歡五目之後 我就硬學學會 這厲害了 對 富凱,鄧麗君在你的印象當中你是... 我很喜歡鄧麗君小姐 這次很榮幸呢 在我的新專輯 可以說入他一首經典的好歌 就是千言萬語 他很特別就是把... 鄧麗君這些... 這首千言萬語呢 保留了原曲 然後填上新的台語詞 這首... 這首曲非常好聽啊 對 不知道為了什麼 有成... 有成...